屎嫂的店 店舖 啦啦 加拿大 風糖餅乾 開箱完 這個 我們在超商找到兩款 風糖餅乾 這個應該是眾多網友推薦的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本來在某個超市 沒有找到這個 因為他們在特價中 所以都已經被買光光了 店員就說 這個應該跟這個很香 雖然他自己也沒吃過 但他就說可以買這個 那因為呢 想要當伴手禮 就是帶回去給別人吃 所以我們就決定 兩款都先買來吃看看 那我們一起開箱 就不會只有我的口感喔 那如果 不好吃呢 大家是不是就沒得吃了 如果 都不好吃 大家來加拿大就不用再買了 就不要花那個錢囉 因為現在物價一直在上漲 那我們來看看吧 對啊 裡面像這個樣子 希望是小包裝 看起來不是 一猜就是要把它吃光光囉 好啦 這是第一個 我們來看第二個 完蛋了 你們兩個 真的也是耶 看看吧 你覺得那個看起來比較好 但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容量的話 真的比較多一點 肥花 因為這個 300克 就是360克 然後這個 感覺看起來比較粗糙一點的 夾心 這個感覺比較 有質感 對 只是說這樣有質感 沒關係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 我先吃這個 太先吃那個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交換吃 然後我們來說說看自己的口感吧 你先吃吧 我要給你們看大小 這個是有質感的 這個是跟它很像超商店員說的 大小就不就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餅乾有點像消化餅乾的口感 然後裡面就是蜂糖甜甜的 我們吃這個甜是要先出口 我們剛好吃甜甜的水果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 它聞起來有蜂糖味 它吃起來沒有特濃的蜂糖味 所以它其實沒有到 讓你覺得甜到難以入口的感覺 然後丙泥 我覺得應該這個比較脆吧 來吃看看 這個給你啦 這個給你啦 它裡面 它的蜂糖吃起來是沙沙的那種 我覺得它蜂糖好像比較硬耶 裡面的甲心好像比較硬一點 好 來 給你們看它的顏色好了 它是有質感的顏色 比較深 這是另外一個 甜甜的 我覺得我們需要配茶 你需要配? 它真的會很甜 蛤?可是我要覺得 還是你吃兩個 可是我就只吃兩種了 嗯 因為這種餅乾就是需要配咖啡 我配茶的 關於它裡面那個茶 我覺得可能Oreo還甜 嗯 可能吃多了就會真的很甜 嗯 餅乾我比較喜歡這個的口感 我說外皮的餅乾嗎 我不知道你 我是 我個人是 外皮餅乾喜歡這個 這個好像有點軟一點點 嗯 有點比較薄啊 嗯 嗯 可是如果要說心得的話 就是 吃過就好耶 對我來說 就是不可以一直想要買來吃 而且它真的 我這樣各吃一個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有點甜了 嗯 真的要配個什麼東西 就可以當點心 分享一起吃 就是但不適合吃 太 多 其實還有很多品牌啦 大家都可以自己來做選擇 這個 反正 這才是 嗯 眾多網友們推薦的東西 那個人我現在就是 個人就是 普普通通 哈哈 他最喜歡的 還是這個 這是在西雅圖 西雅圖買的 蝴蝶餅乾裹巧克力醬 推薦喔 嗯 它長怎樣 如果想要吃的人 可以留言 聊屁啊 哈哈 這個 西雅圖的 登登 嗯 這又是我們的一個 不負責 餅乾 加拿大的 楓糖餅乾 看一下 謝謝你們看完 掰掰 掰掰